在火车上撕铁路便当 相信是许多人共同的回忆 不过您知道这么好吃的铁路便当 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另外在七土站所制作的铁路便当 还有一道别的地方吃不到的主菜熏鱼 以及曾经消失许多年 民国90年后才又恢复制作的古早美味菜饭 现在就带您一起来探究铁路便当 让人回味无穷的秘密 熟悉的叫麦森搭配造型可爱的小泰鲁格号餐车 一在基隆火车站大厅出现 立即吸引许多民众靠过来 为了就是餐车里这令人怀念的铁路便当 好吃啊 在当兵的时候吃到现在 就是妈妈带小朋友到车上来 是专程来吃火车的便当 附近的计程车伯伯 还有有的人下雨天也会骑摩托车来买 就为了要买便当 这也是台铁车勤服务部 位于七都火车站的餐户室 让民众站不绝口的铁路便当 就是从这里调理出来的 在这么多种口味的铁路便当中 最具人气的是排骨便当 其中民众最爱的就是这 味美肉大块的卵排骨 而这么好吃的排骨 其实得分四个步骤来制作 首先是垂肉 敲的部分是让肉质比较松软 好入味 接下来则是用葱 姜 蒜 洋葱 五香粉等调味来腌肉 把这些调味料加下去之后 然后就是用双手去按摩它 水去搅拌 然后拌均匀之后 然后放冷藏24小时 然后把排骨裹粉后下锅油炸 只见工作人员像丢飞盘一样 将一片片排骨丢进油锅里 这可不是在耍客剂 因为这样才不会弯曲 扭转在一起 不用很用力 只要带一点手镜就可以了 接着工作人员得准备一大锅的卤汁 这里面含有独家秘方的卤包 卤包里面有就是放调味料下去 味道我们它自己必须要去试 然后吃到适中的时候 我们肉才有一起下 把造好的排骨放进卤汁滚煮 卤的时间不能太久 最后就完成了这令人垂涎三尺的卤排骨 蛮喜欢它的那个 那是猪肉吗 对啊 对啊 这排骨的部分蛮好吃的 就是香味都有到 而且它的整个口感上啊 它的肉的纤维啊 咬尽非常好 吃料很容易 外面人家人家都 除了最普遍的卤排骨外 台铁还善用当地食材研发特色菜 像这道虚鱼就是在鱼产资源丰富的基隆 由台铁七土站餐物室主厨研制的独家料理 将鱼肉切块后先腌制48小时 然后下油锅炸 炸成金黄色的鱼肉 最后再放入这个主厨特调的酱汁里浸泡 这可是制作这道料理最重要的部分 熏鱼炸好了以后 我们把它调食在特殊的这个糖醋酱 然后目的就是说 让这个有那种酸甜适中的味道 别的地方绝对吃不到 这样风味独特的熏鱼 果然让人一吃就上瘾 它整个都有一味 特别像外面那个酥子 非常能够凸显出它原本鱼的一个香味出来 因为它上面有沾一层的蜜汁 所以因为吃起来第一口的话就感觉很甜 里面的那个软度也适中 所以它吃起来是很舒服的 主菜料理用心外 面当里占最大部分的饭更马虎不得 除了一般的米饭及养生的紫若米外 配料丰富的菜饭也很受欢迎 我们用米还有虾仁 红香的香葱酥 锅子里面煮熟以后 我们用这个炒的小白再吃 然后再加上少许的猪油 正好淋上乐油再加一搅拌 就是香喷喷的菜饭 那个虾饼的香味非常的香 让人家会觉得说好想再吃这样子 因为它里面的配料很棒 它有那个柑橄黑 那香味就出在这里 其实不管是熏鱼还是菜饭 过去都曾因料理人才流失而一度停迈 幸好这几年又慢慢找回这些传统好味道 让喜爱铁路便当的民众 有机会再次品尝到古早美味 菜饭跟熏鱼都是在50年前就有的那个口味 那这个中间我们中断了几十年 那去2000年就千禧年了 我们又把它把那个味道找回来 经过市场的测试呢 那个也大受欢迎 在每天要供应北部各大车站 上千个美味便当的时间压力下 如何在大量制作的同时 还能维持料理品质呢 除了落实SOP制作流程外 台铁对厨师的要求 比一般便当店还要严格 新进人员进来 都要经过最少半年以上的见息 然后我们才会让它上锅 我们的这个餐户的厨师 都最少都有丙级症照 以上的人员才可以进厨房 而食品卫生更是台铁 不断追求的目标 除了平常立即性要求 我们厨师一定要按照 食品卫生安全法的 这个步骤去执行 那我们七堵仓户室的目标 是今年要拿到 食品卫生安全的认证 HACCP 这样战战兢兢的料理态度 让台铁的铁路便当 不但色香味俱全 更加卫生安全 色香味和它这个 有把那个菜色配得很好 它的味道在意 吃了以后感觉到很温暖 然后呢安心 然后新鲜 整个色香味都已经 都有达到那种一定的水准 吃了以后又想这样 对 又有味境 又想这样 以后有机会 还是叫这个再来吃吃看 从200元的和风日式便当 到最平价的排骨便当 除了坚持古法 用新制作的各式美味便当外 近年来台铁方面更透过研制外形 超洗净的小泰鲁隔号餐车 推出以喉童车站最著名的猫咪 黑皮列车展为造型的便当合计餐袋 甚至是提供电话订购的外送服务等方式 让正宗铁路便当的客群 从搭乘火车的旅客 逐步扩大到外食人口 公司行号与家庭中 重新插亮百年老铺的招牌 也让消费者在享受美味便当的同时 能重温往日美好的时光 记者张奇台基隆报导